歡迎收聽日公配信第172集 這次沒念錯了 按錄音鍵之前 腦子裡默念了很久 可是有時候 這樣子反而很危險 有時候我是這樣子默念 最後還是142 正式台的時候就講錯 又142 又念14幾句 這次沒錯 172集 這一集的開頭嘉賓 應該這三個裡面 應該是最簡單的 大家聽到 很多人應該聽到覺得很開心 ロムラユキ 這樣就知道了吧 野村又溪 James 這一集的光文錄開頭的嘉賓 說實在話 當初我們填名單要給球團的時候 好好笑記得喔 我們不是有討論一下 其實我們的策略基本上 我們沒有覺得我們可以問到野村又溪 應該講 大家從這幾集 磁田龍鷹 北山宣機 到這一集 這個野村又溪 其實我們那時候當初第一個決定好的事 林木見石嘛 對不對我記得 對 第二個磁田龍鷹 對 第三個我們其實有想了一下 對然後就決定說那我們來找一個 怎麼講現在算是主力人氣吧 對 但是填的時候其實心裡一定也會擔心 就是被打槍就對了 因為畢竟 我們是抱著這個可能會被打槍的心態寫下去 對對對對對 就被打槍的也就接受這個結果的心情 把野村又溪填進去這樣 然後到了後來 那個玉菲那邊通知我們說 三個都可以耶 哇 居然野村又溪過關了 而且是一個怎麼講 他說多可以 而且不是說那種可能要看現場狀況什麼 沒有 就是可以 對對對 直接就是多歐趴就對了 後來我們認真回家討論一下 其實可能人家企劃部的廣報應該想說 為什麼我們要寫磁田龍鷹跟林木見石 林木見石好像還好玩 沒聽他們講 磁田龍鷹是真的有聽到他們講 可能真的是磁田龍鷹 他們講 嗯 那種感覺 因為我們舔的時候 林木見石其實那時候還 是不是還在零的領域裡面 好像還在 對對對 嗯 所以 而且我覺得林木見石今年就會是比較磁田龍鷹 對對對 田他可能覺得不意外 蜘田龍鷹前面的集數有講過 他們最意外的是我們舔蜘田龍鷹 那James 我相信他們也覺得不意外啊 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James在台灣腿名 他們應該也知道 他們應該知道 然後那個時候也幾乎都是固定就是先發私磅 對啊 嗯 所以他們應該也不會太意外啊 對啊 那當然我們也有問了一些問題 比如說第一個問題 我就想要問他 打職棒大概第三第四年了嘛對不對 因為自己覺得自己成長最多的地方在哪裡 那大家來聽聽看 很好這個答案 如果董日文的人聽到 心裡應該也會會惠心一笑對不對 那我們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他的答案就是說 他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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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職棒打職棒以來 覺得自己成長最多的地方 應該就是身體的厚度吧 身體變大隻了這樣啊 我當下就有一種 我的臉被畫了一個句點的感覺 你是這樣講 我心裡想的是 他講完身體大隻之後想說 喔對 我們也 其實我認真講 其實看得出來啦 他真的變狀了 有啦 是是 對 那時候他走進門的時候 看得出來拿大隻的 我覺得他很壯 呵呵呵 可是另外一個想法就是有一種 阿阿你這樣講 其實有一點好像就是 這我們要怎麼接啊 用感應這種話 我 我倒不是這樣想欸 我這樣想 我聽到他那樣講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果然跟我們謠喘聽到的 神話一哥有點像 喔對對對 因為 其實這個應該很快 這個也會很快說 就是我們其實有非常有力的情報來源說 他是 就是 神話一哥 市場要接觸這些選手了 阿我們就問說 如果遇到太安靜的選手該怎麼辦 他就說 對 然後他第一個命就提到像是野村用心 然後我那時候心裡想說 那時候我們還沒去訪 我想說 阿慘啦 原來他建木師是這樣的選手 就是話不多 那兩天後怎麼辦呢 那種感覺 我是不會想要怎麼辦 反正我有問題了嘛 阿你就回答 嗯 阿我就錄到啦 我是沒有很care他到底要回答什麼 只是聽到他說 然後就感覺身體變大了 好 好 謝謝 我心裡講 OK 謝謝這樣 好 嘿啊 阿當然不會只有一個問題就放過他了 譬如說第二題 如果再問他關於這個開幕以來 尤其今年球季 一直都幾乎都擔任四棒 那時候都打四棒嘛 對 自己的一些想法或什麼的這樣 我真的正在四棒上去過的季節 是最初來的季節 那當然 難度和責任感也不同 但是打席的季節 相對比拼的季節 還會一段階的季節 還會一段階的季節 所以結果出現的難度 也會感到很難 這一段的回答 因為他這段集就是說 他第一次打四棒嘛 第一次開機開 就是一樣一路這樣打四棒 然後他有講嘛 六代表講到說 其實會跟以前人不一樣 因為四棒這個位置 就是不同的 你要擔負的責任跟任務 就是不一樣的 難度很高 同樣就是別的對方 對手 投手 對你的態度 跟投球的一些準備 也會不一樣啦 對 投的球會變難啦 就是對你特別提防啦 對 然後變成說你要從他們手中 去打出安打 打出打回分數 自然就會跟 沒有像以前那麼輕 沒有像以前那種感覺嘛 沒有像以前那麼簡單的 對他會覺得其實 整個難度 很不容易 變高了 難度變高了 這樣 再來我們又問他 就可能跟這個 稍微跟神話一哥有關的 對我聽完這兩 這一題其實說實話 嘿 他也回答的很簡短啦 對也不長 但是至少感覺有像心裡話 就像AD哥講的說 哦對 只要他回答就好 可是大家稍微聽一下 那個聽一下前一集 我覺得他要 比三回答的量跟那個 講話的方式 我就覺得 再這樣問下去不行了 我決定我要直接問AD 可是我剛這一題 我是覺得至少他把心裡的話 講出來 對啊他把心裡的話講出來 就是說其實不容易很多 對他覺得有壓力很難 然後對手也會提防他什麼什麼的 而不是 也是像那種很簡單的答案說 哎沒有啊 感覺一切就 做好自己該做的事 那種才慘 那種回答我可能質問他說 像做什麼準備 我可能真的就硬問 嗯哼 啊再來下一題 下一題我們就直接切入 這個類似 有關於這個神話一哥的 就等於一次次問他說 我進入職棒這幾年了對不對 那說話方面 有沒有比較進步了啊 或怎麼樣的啊 對啦 因為我們主要講的是說 就是常採訪你的這位媒體 前輩他有提到說 其實你越來越會講了 啊對對對 你那時候我一直有這樣講 面對媒體 越來越會講一些 越來越會講了 嗯對 那我們來聽聽看 野村又熙怎麼說 一部派はたくさん取材とかしてもらって なんて言うんですか 慣れてきたというか やっぱり 2、3年前っていうのは 高校を卒業してすぐなので 全然そういう取材の されることとかなかったので そこに対しての緊張というか はい もともと まああの大人しいと言われる方法なので はい そういうところが出たんですけど まあいろいろ それこそ 実際取材で 杉矢さんと はい 一緒にやったのも 一つ大きかったかなって思いますね はい はい んん 前面他是說 經過這幾年 比較常面對的嘛 對對對 常被採訪常被問了 對 所以慢慢慢慢有 自己也覺得有說的比較好了 那也慢慢有點習慣了 這樣 嗯 那當然跟 2、3年前高中剛畢業的時候比 那個時候真的 就是真的比較 不會應對這樣 然後面他又說 他後面有提到說 特別感謝那個誰啊 啊 前面有提一個 感謝斯基亞之前前面有他有講一個說 當然以前 大家也都常說他是那種安靜的人 啊 然後面自己又突然想到 啊 或許是去自主訓練的時候 跟三谷前輩一起去 所以多多少少也有受到 三谷前輩的那些 影響 影響熏陶那樣 好像變得慢慢比較會講話一點的這樣 其實我們 我問這一題的時候 其實旁邊那個酒井好像是酒井吧 酒井有來嗎 還是誰 新野八千歲 我記得新野八千歲帶來的 有不吃笑出來 有不吃笑出來 他有這樣 沒有笑出聲音 但他臉是 頭笑 嗯哼 是還蠻輕鬆的 那個時候 那個那一天的 那個氛圍 對對對 好那最後一題這個就是 我跟豪小討論的時候要把它舔進去 就是我無論如何都很想知道這個答案 因為大概也是兩三年前了 在IG 應該是疫情第一年還第二年吧 反正他大概也是剛進職棒那時候 我印象裡是這樣 對對對 就在IG發現了野村又西的ID 然後用英文拼音的 然後這樣一仔細看一下 唸起來就很像是 野村又西 這樣 就我們在節目好像講過 好像講過 對對對 就是他為什麼會用這樣子的英文拼音 然後唸起來很像要唸中文 他的野村又西這個名字 當ID 當帳號 會不會 他是不是多少學過一點點 比如至少知道自己的中文名字 大概怎麼唸 這個樣子 所以你ID帳號才會那樣取嘛 然後剛好藉著這個機會 我只不問一下 不行這個 這個不問一下 我到那個棺材裡面 到棺材我都不迷路 不迷目了 到棺材裡 我不想進棺材 我一定要問他就對了 好啦我們來聽聽看 野村又西來怎麼答 欸 不是 不是 好像 我開始的時候 ゴキニ この名前になってた はい 今 多分野村 James 幽城 naoshi noush naoshi noush ko 中国語 attanns 欸 chou goo shah eh chou goo chou 我 她那時候回來 我有一種 是 你意思吧 我覺得他看到的 他是有想到說 但他有一种就是 对这的确是我做的事情 但我要怎么回答比较好 对因为那当下我有拿出我的手机 把当初我截那个截图 就是他那个账号 有他账号夜圈游戏那个图给他看 所以他看了一下反应就像郝小刚讲的 对这郭的确是我的 但是我要怎么解释 所以他一开始 没有啦 那个就只是 一开始的时候 就这样取了 那我现在应该已经改回那个 罗布拉 我改回原本的 我现在的账号 我们只是想要问说 为什么你写这样 然后自己在 哦那个是念起来是中文哦 啊没有没有 我完全不会讲中文啊 啊那个是中文 然后再讲也是 那个是中文哦 对对对 我想说 因为我记得 其实我后来想起来 那时候我们讲这个节目的时候 其实也有 好像也有听众朋友说 他们也有看到这个 好像有人也有看到是不是 对 所以说 的确啊 就是有点好奇 结果 麻烦的是他 他在回答的时候 诶这真的是 这是中文 诶这这个是中文哦 哈哈对对对 就表示他从头到也不知道 知道这个是中文念法 对他从头到也不知道 他当初开始用IG取ID的时候 去找来的这个原来念起来像中文 对 对啊我跟郝晓 就是录完音之后聊天聊到 但是杰姆斯还是没有交代 那当初为什么他会去找到 这样子的英文拼音来当账号 对或许真的只是出字好玩而已 对啊 只是他不用什么方式去搞出这一串字 这一题的当下 我觉得他好像回到高中刚毕业的 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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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回到 没没没 我不会啦 我不会说中文啊 哦原来这个念起来像中文 对啊 新野八现在我现在讲卷法嘛 现在是卷法 对对对 他自然卷吧 没有他自然卷 他这个也来看 他自然卷 新野八现在 他自然卷哦 嗯嗯嗯 他也在笑呀 他也在看哦 他也在看 所以知道是什么 看我们 看他看野村在那边吱吱吱吱笑着 不知道干嘛 我记得他那时候表情是有点尴尬啊 嗯 但是我也同时也有问他 那你是不是可能会讲一点中文 没有了 没有了 我不会讲 我不会讲 因为当初好像有人觉得说 是不是 比如说因为王伯荣在队上 一军嘛 我那时候不是这样想的 我那时候不是这样想 我那时候只是觉得 他不知道什么原因 可能会一点点 哪里找来的 对所以才会拿来当ID啊 就可能比如他只会 因为讲自己的 他美国出生嘛 就是一个什么姻缘际会 可能他知道了 那个他的名字用中文念拼音起来 大概是要像这样 所以他拿来当IG的ID 结果访问完了之后 他自己就觉得 他没有讲出到底为什么 他也觉得哦 没有那就当初 开始玩IG的时候用的 他也不知道那是中文 哦原来这是中文 练起来像中文哦 反正很好玩哦 对啊 那郝晓上一集有提到嘛 对 你说北山玄机来受访的时候 整理的蛮整齐的 对 对 然后磁田来的时候 磁田容易 虽然那个卷法有点法 但他至少带法带来 头发比较强细之外 也是穿的 就比较像 正正齐下来了 正齐来 你有一点点 这位帅哥 嘿 嘿 请说 因为 他们其实都知道拍照 因为广报都会先讲 这位 可能没有没想太多来啊 他这位帅哥见门的时候 是穿着运动拖鞋 然后短裤 然后当然还是练习 练习服啦 练习造衫 练习T恤 也一样 对 对 但是短裤加拖鞋来 短裤加拖鞋 有一种 你会觉得 你身为一个摄影师 你会觉得 诶 怎么穿这样来 这样要 我是觉得这要怎么拍 我没有想说穿 因为我知道可能 刚打 刚练打完 或练什么结束 他要休息一下换 哦 嗯 因为说实话 我想 那天那个 New Age New Age game的那个球衣 应该是 有点 有点紧啦 最后的最后才会穿吧 对啊 快要比赛开始前才会套吧 才套到身上 嗯 对啊 所以 可以理解 我其实那时候看到他穿短裤脱鞋来 我其实蛮高兴的 怎么说 因为我的直觉是 他也没有要 就是 太 装的怎么样 好不好 就是我就是这样来啦 对对对对 我就是 哦好 换我了哦 好 那就走啊 那就走吧 对 啊刚好我也可以看到他的脚长什么样子 我还蛮什么 平常也看不到啊 你看比赛都穿着钉鞋 穿着袜子 长裤 对不对 等一下看他脚怎么样 这一段话很怪怪的 是快50岁的大叔的嗜好 没有啊 可以 很难得可以看到他脚趾头也不错啊 虽然开了之后就 这样更怪了 就一般人的脚趾头而已嘛 就比较大一点这样而已 可是可以看到机会 机会难得 机会难得 心里面是这样想 觉得 哎 不错啊 穿脱鞋来不错啊 轻轻松松的这样啊 因为对我来讲 不能拍到他脚鞋样 拍到脚鞋 大概广播也不想 也不想给我用啦 真的吗 我刚刚没有说了就 就给他用啊 所以后来你拍照 你有闪大的脚鞋 对不对 我就拍上半生啊 哦 这样 连短裤都没有拍啊 连短裤都闪掉了 短裤有啦 但没有到 没有到脚鞋就对 反正大家看得到照片 所以脚鞋就只能 存在我们的记忆里了 这样 对 好 那结束了这个 开场嘉宾之后 我们来进行这一集的节目 这一集有 听众信箱 好想要念一下吗 好 来信的朋友是叫阿伟 阿伟说 eddy哥想请教你也是热爱火腿的球迷 但你是如何去调试关于胜负方面的心态呢 我知道从前你也是很在意战机 但又如何从原本的在意到后面平常心的去看待呢 这个问题 其实要说在前面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这个问题其实没有标准答案 但也没有说我等一下分享我可能做了什么做什么之后 然后听到了大家也照做你就会变成平常心也不一定 因为这些东西说实在话都取决于每一个人自己的那个放不放的下的那个想法 好 因为年轻的时候可能烦恼也比较少或怎么样的对不对 所以你会对于你支持的球队赢或输 或者是谁在关键的时候被删证或是失误 或者是哪个投手在关键的时候被人家叮了被人家打了 丢分了输球了 你会很care你会很想骂说我怎么那么笨 然后谁怎么那么弱 我怎么这么烂 还是去恶军多练练吧 这些东西 或者觉得球队之输 心里很阿扎 明天上班没精神 上课没精神 收手的这样 第一个要跟大家讲的是那个想法一定要这样想是说 我们看职业棒球这个运动 我们就真的要当做那是我们的一个休闲娱乐 那你既然决定用这个方式来当你的休闲娱乐 那为什么要把这个休闲娱乐的会变成你心情上不好的东西 你懂我意思吗 对 我们去从事这个东西来当我们的休闲娱乐 目的就是要让我们高兴 对啊 心情放松嘛 可能上班压力很大 学业压力很大 看一下我喜欢的支持的球队 放松一下心情 可是就算输了 也是要达到放松自己的心情 这才叫休闲娱乐 就不可能休闲娱乐去做 越做压力越大 越做心里越失落越难过 那这个就不称不上休闲娱乐 越看压力越大 越看越伤心难过这样不行 你自己的心里面的调整一定是要调整 过来就这个就是休闲娱乐 赢或输都不应该去影响自己的心情 或者是上班的态度 上课的态度什么的都不要 那这说起来很难 对 这可能像我可能以前也说过 这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的累积 对 经验的 人生历练的东西 这些东西 突然有一天你想通了 你就真的不会care 对 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你 就算真的看到自己支持的球队输了 你可以去找一个转换心情的东西 比如火腿常常输 我可能看完比赛之后 我去做一些东西 可能去跑跑步 可能泡个澡 可能什么的放松一下 然后就要把刚刚输球这些不好的 想记忆啊情绪啊放下来的 要忘记当然很难 但是你要放下来 就不要再去care了 对 当然不是说永远都不要care 你可以care一下下 但是你要学着要放得下来 不能影响你的心情 不能影响你的生活 对 那另外一个还要告诉自己 这些选手不管哪一队 没有一个人是不想要赢球的 大家都嘛想要赢 可是比赛就一定会有输赢 是比赛就是大家都想赢 可是赢的只会有一方 你总不可能143场每场都合举 从头合到尾 真的太扯不可能 就像高晶城屋监督 这个礼拜来到了新球场 第一场输球的时候 他也对了媒体说 选手们 那时候11连败了嘛 选手们都是一生懸命的在打球 就是这个心情 不管输还是赢 他们都是很努力的在打 对啊 拼了命在打 对啊 那就算11连败了 我们也不能去 去觉得说整队都应该要 实气沉沉或什么的 对心情不好一定会有 可是他们下一场球 还是要很努力的想办法赢嘛 对啊 我们做球迷的其实就是很简单 就是看他们有好表现 高兴拍手 表现不好输了 啊难过一下下 生气一下下 但是自己一定要学着放下 你可以找很多方法放下 对 我的case可能是 当然年纪大了 或有些东西 家里的事情 看完了 我可能以前 小baby刚出来 小孩刚出来的时候 我就要准备去帮他洗澡 或干嘛 我就要去做别的事 那这些东西 总不能我边帮小baby洗澡 比如八九年前他一岁 十年前他还零岁的时候 边帮他洗澡 边在那边 谁谁谁被被三针 叮他一下耳朵 不是这样吧 或是泼他一下水 不行不行 这样吧 对 事情要分开 对啊 你就会慢慢慢慢 诶那个注意力 被分散 因为要去做别的事 大概类似利用 这样子的方法去排解掉 刚刚 会不会发现 其实爸爸 爸爸某几天搓背搓得很大力 不不不不 后来我就真的 真的都不会 你要说一个很明确的什么方法 我觉得也不一定有 可主要是你这个 自己看这件事的角度或什么的不一样的 或是比较会放得下的 就算一只赢 一只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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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拿了2023年联盟优胜 对 洋联联盟优胜 那我们就能真的保证自己每天都很高兴 高兴一整个球季吗 可能也不会吧 中间可能某几场输了 你还是很赢吗 我这样讲 我对于这个来信 其实我很在意两件事 哈哈 你说 第一个是他好像 他好像只有问你 他好像觉得他好像知道 我一开始不是火董救命 哈哈哈 哦 没有啦 因为阿伟之前也有私讯问过我了 啊 我就有回答过了 所以他知道我以前也会在意 年轻的时候也是会在意战绩啊 嗯 啊可能 反正 阿伟就比较 那种性情中人嘛 对 就算我们现在第四了 可是他还是看到输的 有时候会阿宅 是这样 好还要更好吗 啊我刚才讲就是这样 啊就算现在我们排名第一 你还是有可能会输球吗 不可能143胜0败吧 那有那个一败 两败 三败 四败 五十败 的时候 我们也要心情不好吗 对 嗯 或者是倒过来像去年 去年几乎球季一开始之后 就一路叮啊叮叮啊叮 叮一整年 都在6 那我们真的就要阿宅一整年吗 也不会啊 我们还是会从中间 找到很多可以高兴的事情 大线乐趣嘛 对对对 我们都172集了 你看 对啊 这就是休闲娱乐 带给我们的目的嘛 对我们可能在上班之余 看看日本火腿打球 看看这些选手努力 就算输了我们也很高兴 对贏了 高兴再多一点 这样子 其实我想到另外一件事啊 有一点点关系 但我觉得是一个 可能可以这样去想的事就是 其实艾迪哥可能记得 我们去申请采访的时候 我其实 我虽然说是有拍了5月18号的比赛嘛 大家有看到照片吗 嘿嘿嘿 比赛画面 但其实我是不能进那个 摄影记者区专用的那个 摄影站好的 好勾那边 他跟我说就是我整个都可以走嘛 整个球场随你走 整个球场你都可以走一走去 就是因为我不是登 我们不是登记NVP的媒体 所以说不能进去那个站好 不能下去战斗好勾那边 其实我一开始我记得 我对这件事是有一点 不是那么开心 就mine care 为什么不能下去这样 对 然后我在想 可是后来我发现一件就是 第一个是 这个球场真的没什么实讲 哦 然后其实我在一些地方都可以拍到 蛮不错的画面 嗯哼嗯哼 那个其实我不是在站好拍的啊 他一楼观众席真的就离球场真的蛮近的 对 对 也没有很高 换一个角度想 因为我们是 第一个主要是我们这次的窗口 对象是世界企划部嘛 那世界企划部要干什么 就是希望可以让更多人来球场看球 嗯哼 更多人来球场 去度过他的 比如说休闲日 假日 家庭日 嗯哼 对 来这边约会 或者说你被甩了之后 你分手之后来这边度过一个 让你好好可以疗伤的一天 反正各式各样的 都可以 希望你可以来 都希望你可以来 也许他 让别人可以看到说就是 哦 就是说 以往我们都会觉得媒体好像要拍到大家看不到的画面 嗯嗯嗯嗯 媒体要拍到大家看不到的画面 但我会觉得 哎不对啊 我拍到一个就是 哎其实我可以拍到很近的画面很好看的 瞬间 然后这些其实你在观众席都看得到 啊当然啦价格不一样啦 对啦一楼高一点点 对啦 对可是就代表说 其实他就给你看说 有点像是 哎对啊他就是也是希望 因为我发现也不是只有 这一家 我们这一家 是只能在一楼的 也有对我有看到别人也是有在一楼拍的 也有一两家是只能在一楼的 两三家 嗯嗯嗯 对所以我觉得反而是他想要让大家知道说 对你可以看到的画面 就跟你看这些网 这些线上的新闻 看到的照片是一样的 嗯角度是几乎一样的 我觉得这很不同 这样子的思维是 这样去想就觉得 哎其实蛮有趣的 所以你就放下了 我本来觉得这样是蛮好玩 嗯嗯 那就跟刚刚我们要回答这个一样 主要是你自己的心理的想法 你转一个念 换一个角度看 那对啊 稍微把自己的心情调整一下 或许就可以放下了 因为其实我很久没有拍这么尽兴 哦 就在这一张表 因为到处走嘛 到处想到处 诶这边到底可以看到什么 那边可以 抓到什么画面什么的 嗯哼 因为你如果去站好 其实大概就会一些固定的画面 因为活动空间就只有那里 几乎也没有活动 就是定在那里不能动嘛 对因为你左右临兵 可能也都是别家的摄影师 你也不可能说 诶我给你换个位置 你大概位置也都满了 诶就是 就是刚好你一个摄影机 摄影机照相机跟你一个人 可以容纳的空间这样而已 只是镜头可以转来转去而已 对对 然后这样子反而觉得蛮好 你只是的确啦 就是因为这样子跪来跪去 所以我现在膝盖是真的有点 嗯 乖乖的 到现在还有一点点 然后希望这样的回答 我也可以满意啦 主要是自己要转念要放得下 对啊 放得下你自己可以去找出 哪一些东西可以帮助你自己 不要那么在意这些东西 或是去转移你的注意力 输了就输了也没有关系 输了明天还是要打嘛 对 今年输了也没有关系 过了一个冬天 2月来又存讯了 3月底又play ball 1年又开始了 你看今天我们录音6月1号 是不是打完50场还51场了 也很快 50场还51场就这样过了 对啊 143分之50还51就这样又过了 对不对 6月1号2023年都过一半去了 对啊 不要care输了也没有关系 说真的输也没有关系 有什么好难过 没有什么好难过 只是要注意 还好我们去访的时候没有大鼓 是不是这样 不然我怕我也会偷叫他名字 对不起 没有我没有在臭谁 对啊 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原则 就是我们到那边 球团给我们采访 你就是要照着人家定的规则来 什么都可以干嘛 我只是那时候就觉得说 到底为什么我会被这样限制 可是后来就觉得 也许是另外一种做法 可是你就是乖乖的在一楼 这样走来走去拍啊 你也没有说想办法要酸进去 好沟里面啊 没有啊 没有这打算啊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 就是人家这样规定的 OK我们就这样子去做 包括我们问问题也是嘛 我们要列出来先让选手看 先让广报看 那我们问的范围就是 就是在这范围内 我们不会去突然又跳了一个 里面没有写的问题 加进去这样就比较不行 这原则一定都是这样啦 共勉之啦 好再来新闻精权的部分 这个第一个话题 因为这个是5月29号的时候 钱泽贤事业统侠本部长 跟山谷仁治副本部长 他们两个人到了东京的这个 日本记者俱乐部的这个联谊会 他们有个会议厅去 我不确定 等一下 这个我觉得可以 我这边可以开一下 庆祝一下 来我预备 你要庆祝了 好你继续 要先报告 那个有说要报告 要今天开的是什么 不能只有开的 现在是Odeo的那个Zero Life Odeo的 康斯林的 最近超商也有在办活动的 在推的 在推的 好那刚刚提到这两位大头 到了日本记者俱乐部 但是我不确定的是 能到日本记者俱乐部去开这个记者会 是自己申请就可以去 还是要得到日本记者俱乐部的邀请 邀请你来我们这边开记者会 这我不是很确定 但是至少可以去是一件 我个人认定是算大师就对了 因为他不是小事什么事 对都是几乎很大的事情 才会去那边 对啊 开记者会 因为这样等于像全国公 对像全国公布的意思 对对对 好那主要就是公布从 星球场开幕开业之后 到5月14号左右为止 他那个那个数字的统计是这样 大约两个月左右的这些营运概况 好譬如说从3月12号开始 的两个月间大约两个月间 来到F village 我就是整个园区不只是星球场 整个园区他们的统计 总共已经有90万人次 来过星球场了 那当初他们的目标是 希望一年能够有300万人次 他花了两个月已经90万了 你觉得要达标 我是觉得300万应该轻轻松松 就今年应该就过了 就超过300万了 然后第二个 他们跟大家报告的数字是 来场的这些观众朋友们 大约8成是道内 就是北海道的人 大约两成是北海道以外 包括海外 就是包括我们台湾这样 对对对对 大约两成 那其他比如说团体来场者数 就是用团体去可能去买票 或申请什么 参观见学这种的 跟这个疫情前2019年来比 这两个月 比当初2019年的时候 多了四倍多 这么多 以团体名义来的 多了四倍多 因为新球场 大家会想来看 新球场 来建学啊办活动啊那种 然后去参观那种感觉 那以来这个球场的这个年龄比率 他们发现在二十几岁的这些年轻人里面 比以前在找晃巨蛋的时候 激增了很多 就多了很多 代表说这边的娱乐性更强吧 对他们的分析是或许S&S的力量也有 就这样散播出去 大家觉得到星球场是一件很 就是打打卡 这种是很炫的事 我们也想要去 很潮的事情 对很潮的事 我们可以去 然后照一些照片 PO在我们自己的IG或什么的这样 另外其他他们整理的 比如他们已经改进进步的地方 当初从北广岛站走 你用走路是要差不多20分钟 他们抓是这样 那时候行创监督也有讲过说 如果是我我可能也不想去 要走20分钟他也不想去 那当然就会有规划这个接驳巴士 那开幕的那个时候 他们也知道最被诟病的就是 等接驳巴士要等很久 等到一小时都有 那经过他们的这些分析或是想对策 比如改成下车付钱或什么的之后 他说5月13号的时候他们的统计观察 擅长后要上接驳车 已经不用再等到60分钟那么长了 15分钟顶最多就是等15分钟就 这差很多 能上接驳车把你载出去了 剪了四分之三的 剪短到四分 原本的四分之一的时间 但是差很多 是他们的发现 另外还有一件事 其实你要从球场回到车站 你稍微走快一点的话 你走过 剪20分钟 我们的时候走多久 18 18分 2分钟 急行军可以省2分钟 只是脚很酸而已 而且不能讲话 我啦我不能讲话 因为那个力气都要专心用在走路 讲了我可能就会 倒下去 没有开玩笑 最后一个是 就算现在新球场开幕了 已经在营运了 但是对我们来说 现在还是在一个challenge的状态 我们还是在继续的挑战 因为我们想的是5年后 以球场为中心的整个的造证的计划 希望在5年后可以让大家看到 其实那一本就是在北海道建立球场 Bowler Park的男人们这一本书有提到 就是当初为什么 比如说 札幌提了两个可能的预定地之后 最后还是在北公道市 因为盖完不是完成式 盖的就是一个起点 他们要做的不是只有盖球场 对不是说盖完球场或是一个 比如说Bowler Park 然后娱乐中心这种感觉就结束 没有 对他旁边还有好多好多东西要弄 对这个只是起点 这是1 那1要变5要变10 对所以他现在你看开幕大约两个多月 然后去日本记者俱乐部 开这个记者会 他也跟大家讲的很明 我们这些还在challenge的东西 是希望5年左右之后 让大家看到 我们把整个以球场为中心 整个造证的计划 建立了一个 对我们建立出来 一个区域 对所以我们现在去 你还只是 你看他现在还抓5年后 我们只是在那个 那么前面的第一年的前两个月 这个真的是起点 对啊 对啊才起点而已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我是觉得 能去日本记者俱乐部这边讲这些东西 应该是 其实已经蛮难得的 因为这种通常是 怎么讲 因为职业运动中就算是娱乐事业相关 除非像国家队那种那另外算 没有啦你讲以前 去过这边开记者会的跟棒球有关的就好啦 WBC拿冠军回来有嘛 对 然后我记得林布伊朗要引退的时候有 奥运我忘记有 对林布伊朗应该也有 反正就是要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大事 大事 对不对 一般才会去这边开记者会 想要跟大家讲的是这样 好 再来进入这个回顾交流站 第一个卡斗 跟杨乐多 在日本或是主场的这三连站 第一场5月30号礼拜二 接下来我都要这样报告了 因为我要加入入场人数 我要加入入场人数 因为这有在听我们节目的人 当然觉得没什么 好 因为我们都有介绍过就是 你看他前面讲这两个多月 能够有90万人次来 球场 我记得他有讲 没有比赛的平日大约有5000人 那没有比赛的假日大约有快1万人 那你这样累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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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大家有时候这个focus都太聚焦在有比赛的时候你到底多少人来 但是人家统计的是整个两个多月来 一整年来esconfield周边 对 因为他们想的是连没有比赛的时候 我们都也要想办法让有人 观众愿意来 都进来来 那你把这些因素加进去 真的就没有那个 到底一直要聚焦在他到底比赛的时候来多少人 这些东西我相信球团不会没有算过 对 所以我现在要加入这个数字 每一场都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只要我记得抄的话 5月3日跟杨乐多的第一场 2万4741 2万4 禮拜二的晚上2万4 大概你说跟交流站可能有关系 跟很多可能东京的燕迷 或许也是很很新奇吧 对 第一次来玩 对啊 刚好我们就遇到我们的交流站 要去新球场打 我们大概就去应援 对 也有关系 所以有到2万4 平日的晚上有2万4 我相信球团应该很高兴 好 这场比赛2比1 日本火腿获胜 上元健泰拿到胜头 一胜两败 他投了6局 被打5万打7个三振 4个保送 11分 好那最后justice 关门成功 那虽然有保送人家上雷 然后有好像快掉分 快掉分了 可是最后那个外角 第一的直球 三振 我就看到一个日本网友在推特 写了一句话 他说 说实在话 justice 那个最后那个三振拿到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都有举出自己的 胜利手势 就是这个网友在他的推特 就是想要问每一个球迷 你如果你有看比赛 看到夹子提示 看到天中东西 最后那一球外脚低的 把人家三振之后 大家是不是都有庆祝一下 这样 我有 我喊很大声 很爽 没有 他在上一个打者 剑三不是叫一个暂停 然后下去之后 后面全部都直球 后面通通都直球 所以那时候拿到良好球 我其实也在想 因为我之前有讲过 有时候开放球 开始会想到说 这个时候如果是我捕手 或我是投手 我可能要投哪里 比如说架子提示 第一球催出去 他最后这个打者催出去 直球的时候 他都在大叫 好球 第二球 没有前两脚好像都差棒 但是他催直球下去 就是有再出力了 所以都有喊出声音来 我现在想靠 如果我是捕手 投手前面这两球 都这么卖力 他在划大声在投直球 良好球没坏球 这是第三球 我要配什么球 或是要摆在哪里 变化球 好像有点俗辣 你知道吗 因为前两球那么霸气 直球催下去插棒 直球催下去插棒 都喊出声音来 第三球变化球 好像有点俗辣 我在想 应该是外角低的直球 第一个你会 可能也打不到 或是继续插棒 第二个可能是你放弃不打 但是主绳拉掉 就真的用外角支球这样吹进去 然后主绳拉掉这样 这个很爽就对了 还有这场比赛 其实上元阶台虽然胜头 可是好多好多人都有帮忙他 比如说西川林平良安打 外加这个中外野 手中外野的雷射箭 然后上元下去之后 何眼龙声这一天是他生日登板 那时候我记得一类有人 然后我好像都要触及 结果出了一个投手前的那种小飞球 何眼龙声生日的时候 头脑特别清醒 他跑到那个球前面假装要接 但是故意让球落地 一落地之后马上接起来 然后我记得是什么 先传一壘奥斗 但是一壘那个跑者因为会怕 到底是你要直接接 还是你要落地 对不对 你要先落地我就要赶快跑二壘 所以在这东间变成原来一人那个跑者被夹杀 变成一个定类的双杀 日本有的网友说 这个就是一个有在用头脑的play 这也都我觉得都还蛮重要 因为2比1就很紧张 才差一分 但这场赢了日本火腿在5月的战绩 在这一天之后来到了13胜11败 那新装政权第一次在一个月里面拿到13胜 而且这一胜拿到之后 2023年5月的赛程 确定胜场会多于败场 那这一场当然还有一个英雄这一定要提 只是留到比较后面底 就是万波 三打数三安打 两支全力打两打点 意思就是这两分都他靠他靠红波浪 但是他本身除了这两支红波浪之外 他也全部都上雷 四个打席全部都有上雷 一个保送然后三个安打 自己连续两打席全力打 第10号第11号 直接变成了太平洋联盟的全力打王 他自己是说为了纪念这一个瞬间 他们有用他的智慧型手机 赶快截图 就是可能是全力打排行榜的画面 然后万波中正11 截图 第二名是谁 第二名可能前春10 什么什么这样 赶快截图 我曾经至少这个时候是全力打王 那他自己回想这个状况不错 今年到目前为止以来 我长达一直有量产的原因 他说主要应该是自我管理有比较 越来越像大人了 就是比较成熟了 你要成熟了 他说其实五月初的时候 因为有一些疲劳 所以其实状况有点不好 但是他开始尝试在比赛中去补给一些营养品 比如说那个 protein啊蛋白高蛋白是不是这样 那他说以前其实他自己对喝高蛋白这个东西有点点不太喜欢 不太喜欢喝 可是为了补充营养这些东西 开始把这些东西放在自己的心上 当做很重要的事情 比赛中也会去补充去摄取 或许是这样子 自己的状况也开始慢慢变好了 另外因为这一天10号11号全力打出来 因为交流战其实同时别的地方也在打 那当然你以局数来讲是万波的第10号最先出来的 可是这一天的比赛结束之后 比如说我记得木秀物浅村龙斗也都打到第10号 所以到底谁是第一个两联盟达到第10号的全力打 这个东西其实一开始各家媒体上写 比如说最早写一定是万波嘛对不对 因为他四局就打了 后面比如说木秀物打了浅村打了 我看怎么每个日本媒体的标题都写 比如说木秀物最速第10号 浅村什么最速第10号 后来才知道在日本职棒的记录上 打红布浪的时间他们不是用几点几分打的 他们的日期是不是 切点对他们的切点就只有切到日期 所以其实这三个人 木秀物万波浅村他们其实是同时最快达到今年两联盟第10号 如果以记录上来讲他们是同时达到的 并没有在细分说谁比较早打谁几点几分打的 谁几点几分打的没有 然后回顾日本职棒在这个两个联盟同时最快达到第10号 有复数人的场合 就是不止一个人的场合 要回退到1969年5月14号 大洋队的伊藤勋跟东印队的大山盛南 另外还有一次就是2017年的5月13号 那时候广岛的Erdoleto 跟在罗德的雷亚斗 两个人同时 就是在同一天有两个人同时是联盟最快达到第10支拳尾打的人 然后同一天有三个人刚念的这三个 万波木秀物全座龙斗 同一天同时有三个人达到联盟最快第10号拳尾打的 日本职棒实际上第一次发生 好难得 很难第一次同一天有三个人同时达到10号 因为5月30号是交流战的开幕战 对 那这应该也是交流战开幕战 第一次 第一天打交流战 然后就有三个选手打到10发 对就是在交流战的第一天 就有三个选手达成联盟 就是在联盟里面最快达到第10号的 对 不管是有没有交流战都是第一次就对了 因为之前最多也就是两个人而已 而且1969年 那时候根本还没有交流战 对 2017年5月13日 那应该还不是交流战的时候 另外当然新装监督赛后自己讲 他说果然进入交流战之后 这个氛围 球队的气氛就是变了一个 变了一个样子 他说超高兴 超期待的 那想起去年的交流战 我们也是从对杨德多开始的 对 然后在神宫球场 明日神宫那边 连续两场被人家再见 输了 那他觉得今年的话 完全完全不会把那个东西想 放在自己的头脑里 今年不一样了 今年的FITAS不一样了 他心里是这样想的 讲出这句话了 超高兴的 尤其在这一场2比1赢了之后 很爽的回答 然后关于万波的状态 新装钢字监督这样讲 他说 选球很好 选球演很好 完全都跟去年的万波军不一样 然后他当然也开玩笑的说 当然也有可能他没有办法维持很长久 就这个状况好的时候 可能没有办法维持很长久 可是至少我心里面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我都会继续用万波中阵当第四棒 他就明确的跟大家讲了 接下来还会有一阵子 他继续会用万波当四棒打阵 所以野村的球会好打一点了 野村最近都排到第六区了吧 球会好打一点吧 看起来还好 我觉得问题就在他个人的状况也好 跟他打第几棒可能没有关系 然后再来5月31号的比赛 5比2又赢了杨热多 然后上折先发 拿到第五胜 然后这一天 玉井大翔来救援 隔好久了吧 201几年的 忘了我听到忘了 好久没有当最后一任务 拿到救援成功这样 然后这一天 前一天靠万波两支红不让 这一天加藤豪将也靠两支红不让 而且是来日本职棒之后的第一支 第二支 头轰 另外福田光辉也靠了一个第二号全力打 那加藤豪将这场比赛 四打数两安打 两个全力打三分打点 他的第一分打点是内野滚地球 然后后面再两支阳村全力打 所以总共三个打点 然后他那时候被 我竟然在比赛当中就被访问了 他说应该是第二支打完了之后被问的 后有什么感想什么心情 他说还差万波九支 继续加油 万波十一支 对啊我这一场双小炮两支 你问我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我觉得 我还差万波九支 对 我再加油 对继续加油 那其他的话 他也自己说 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 连续两个打席都全力打 然后如果有看比赛的朋友 或许都有发现 有时候他要站进去打击区前 如果镜头浪静一点 你可以看到他嘴巴好像在讲话 不知道在讲什么 好像在自己跟自己不知道讲什么 那有日本媒体写说 那时候家长好像这样 他用英文在讲 我是无敌的 这样 英文的我是无敌的 他在自己跟自己喊话 这也很好玩 另外的话这场又赢了新装政权 一个月内拿到14胜 刚刚讲13胜都已经是最多了 所以当然14胜一定也是最多 另外的话 行装监督赛后自己访问 一定也是爽嘛 第一天赢就那么爽了 第二天又赢 对 因为这个讲办理 其实你会发现他自从 自从升上第4以来 我觉得他就是好像又换了 就是开始变回我们 比较认识的新装钢子 有影球他会讲比较多东西 对然后 比赛中那些手势啊 那些反应啊 越来越明显 对很高兴 对看了他出来就 不会那么压抑 好像坐在那边都不动这样 开始高兴就表现出来这样 比如他被访问 他对了这个媒体们 第一句话就是 当初是谁挖掘到加藤豪酱的啊 自己很爽这样 然后说 有一种那种 我也是秋炭的那种味道 自己都感觉我好像秋炭 我这样自己很爽 他说尤其在对加藤豪酱来说 可能还没有那么习惯的日本 他觉得能看到今天他这样的表现 很特别高兴 所以他也在加藤豪酱 打第一支拳尾打之后 他也走过去跟加藤豪酱握手 这个镜头是有拍到吧 有拍到 他说他会想自己来 应该也是他第一次 有选手打拳尾打 回来之后 他去跟他握手的 因为他真的太高兴了 太高兴了 那连两个打席都拳尾打 形状监督回答说 吓一跳 吓一跳 真的吓一跳 因为他觉得加藤豪酱 就不是那种轰不拉把打 很会打拳尾打的打者 他反而比较期待他 比较像是会打那种长打 中长城 二两安打一直打的这种 或者是广角 右边也可以打 左边也可以打 中间也可以打的这种 可是没想到居然连两天 连两个打席都拳尾打 对 但是他也说 在前几天 其实他有对加藤豪酱 讲了一些比较重的话 在5月28号对乐天的比赛之后 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打席 是加藤豪酱在打 然后球队这边有一个暗号出来 叫做打带跑 可是加藤豪酱看到一个坏球来 他居然没有汇棒 看着球进来是坏球 但是这个球 因为Hit all end all run嘛 所以一雷跑就已经跑了 所以最后的结局是 在二雷前被刺杀出去 看起来像倒雷奥斗 可是事实上是加藤豪酱 打单好战术他没汇棒 因为想不到就碰球 对他没有想法去碰球 那赛后所以 新双坚图有跟加藤豪酱说 如果再出现这样子的play的话 是没有办法成为固定宪法 没有办法拿到 而且在下一场比赛 新双坚图就没有浪 加藤豪酱上场 加藤豪酱事后 28号这一点 5月28赛后 他自己也觉得 这一场比赛会输 真的是我害的 所以他也告诉自己 一定要加油 因为你在日本打球 跟在美国打球 有时候不太一样 心情也要转换过来 犯错就犯错了 被处罚也被处罚 但是那些目的处罚不是重点 处罚是希望你 你记得 记得之后赶快融入 对 日本棒球的风格 我们 要执行 战术就是要执行的人彻底 我觉得也不是什么日本棒的风格 就是 现在这个球队需要的东西 就在日本 可能这样 我们现在就是需要 你那时候要挥棒 你现在日本打球 就是要这样 美国或许有别的想法 我不知道 但是日本就是这样 对 三映出来 你就是要去执行 就算你是坏球 你也是要去碰 对 就算你知道这是坏球 你要去碰 但是你要挥棒 想办法让捕手不好传啊 没有 一定要碰球 一定要碰球 球一定要打出去 而且要打滚地球 你打飞球也会抓赛 一定要碰滚地球 飞球就是啊 飞球会不会严重 好 那另外这一场比赛获胜之后 在这一天的加油站结束 进行的两场比赛之后 日本火锅是唯一二连胜的球队 但也没有什么高兴的 反正打两场这样 只是赛后的访问 记者有问新装监督 关于优胜奖金的事 因为交流站 如果你拿优胜的话 奖金是有三千万日币的 新装监督听到记者这样讲 三千万哦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这么多 那选手那边我是不管啊 但是这三千万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拿下来 我们为了这些幕后工作人员 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三千万拿下来 他很会讲 第一句我没有管宣说怎么想 但是为了这些幕后工作人员 我们想办法把这三千万拿回来 意思就是要好好的谢谢这些幕后支持 在帮我们做事的这些球团人员们 要把这个讲述跟他们分享 他都是这样圈粉的 对对对对 好那这一场比赛之外 还有几个跟加德豪酱有关的消息 也来分享一下 这都蛮有趣的 比如说他从美国输入了一个交流站的秘密武器 日文媒体是这样写的 因为或许有的朋友就有看到 有时候在赛前休息区里面 你看着加德豪酱抱着一个黄色的桶子 你仔细看上面的贴纸 他贴着Hichu Hichu大家应该知道吧 那个森涌出的那个软糖 但是他这个森涌的Hichu软糖 这个来头也不小 他是从美国寄来的 美国的森涌Hichu Hichu美国的森涌出的Hichu 他花了一万五千元日币的运费 从美国把这些Hichu送来日本 然后其实他从在俄军附件的时候 他就已经就是应该就是已经花这一万五千块 他寄了多少来 不可能一桶花了一万五 应该寄了很多桶来 所以他在俄军附件的时候 他就会常常就是分这些Hichu给其他队友吃 比如说这一天在一军在练球的时候 比如松本钢上川田死者鸿太 大家也都吃了这个Hichu 每个人都说好好吃哦这样 所以味道真的不一样 不知道 没吃过不一样 没吃过不知道 但是因为这个报道里面还有写的 他说家长好像其实是跟美国的森涌有签合约 可能是代言人或什么花果柜的 所以这个东西 我看到这报道也觉得原来还有这种事 家长好像跟美国那边的森涌 有点像他特别专属的 或是你是我们的代言人或什么的 我们寄Hichu过去日本跟你吃 这样很好玩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大家看到他第一轰出来的时候 回到休息室 要下那个楼梯前 他有做了一个手势是 右手的食指跟中指并起来 然后一下放在嘴唇这边 一下又放在胸部这边这样连续 连续碰嘴唇跟胸部 嘴唇跟胸部这样 所以日本记者也觉得 日本记者也觉得 为什么会特别要下楼梯的时候 又做这样子的庆祝动作 所以在6月1号 赛前练习的时候 日本记者就问了 家长好像 为什么你昨天 靠第一只红波浪的时候 最后要做这样子的庆祝动作 他就说没有啦 这个是去年 去年我跟那个翻译的人的约定 就是如果我到时候打了 在日本的第一只全力达的时候 我要做这个Semisosa的庆祝手势 Semisosa就是以前 1999几年的时候 Semisosa会做这样子的手势 那时候他跟马怪尔的 每年都靠50几支 60几支 70几支全力达那种 他说那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或为什么 就是单单纯纯 我跟去年那个翻译的约定 而且就第一只的时候而已 后面不会再做了 我就只有 我跟他约定的就是第一只的时候要做 好 那这个翻译 其实今年已经不在日本火腿了 今年他到了卵银去当翻译 去卵银当翻译 他的名字叫做钢本剑池 钢本剑池 所以跟他会认识是去年秋天的时候 秋天的时候 家长好像不就有先来日本像邱迅一样 那时候是他的翻译 对在那个时候认识他的 他说我也有把这个 我昨天做这个庆祝首饰的这个影像 传给钢本先生了 但是他好像还没有回复 他都还没有回复我 我有做到 我有记得 我们的乐队 可是他好像还没回复这样 好再来第三张比赛6月1号 刚刚前场我是忘了报人数 5月31 5月31对没有报 5月30是24741 对不对 5月31是24973 又多了一匿匿 都要200多人 接下来这个6月1号 27183 三场里面最多的 3万种 平日的礼拜四晚上到了2万7千人 那当然最后0比5输给了杨乐多 加藤桂枝先发 囤了第三拜 那其他的话 因为比赛都一直处于落后中 所以后面山脯 冷大 宫内春会 长谷川威斩 都有出来投 那打击的话 加藤好像还是蛮厉害的 三支二 包括一支二人打 而且他到一军之后 等每一次出赛都有打人打 我刚听转播讲是这样 阿鲁康塔塔是后来代打上来的 他两个打数也有两个安打 那因为0比5输了 这一场被玩封是日本活泽 今年第四次被玩封 那你说输球其实 前面两场其实都没有失误 然后赢 这场比赛其实第二个PLAY就失误了 第一个PLAY 三田哲人打高尾球被接杀 第二个青木宣星打游击滚力球 上专田接到之后 球从手套要转到右手的时候 可能没有转好掉出来 就失误 我自己是觉得那个失误出来 球场的氛围就 马上变了 变得有点沉重 或者有点 我觉得上专田失误也是一个店 我觉得主要是那个氛围变得很怪 并不是说因为他失误才输 我的意思不是这样 我觉得不是那个 可是那个氛围变得很奇怪 很沉重 好像又来了 对 当然你后来看得出来 会让人家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对不安的感觉 对不对 有点那种味道 这场比赛其实日本火腿也有两次失误 所以团队失误已经到了36 36次 这一天新庄监督 其实打线也有稍微再换了一下 那他的根据是他觉得 比如对方先发投手的投球 的轨迹 他这样子的投手 投这样子轨迹的球 我正中哪一些打者的汇棒轨迹 应该跟他比较合 所以他来排这个打线 可是事实上结局看起来 好像没有奏效 这一天打线就是比较不畅通 因为毕竟跟前两场有稍微做了一些调整 那比赛之后 新庄监督自己说 这场比赛真的 手脚完全施展不出来 自己也承认这一场就是完败 没有什么好说的 输了就是输了 然后另外他也觉得 在这场三连战之中 他看着高金城武监督 然后 因为杨勒多这阵子就遇到比较低潮 12连败 那刚好还好 6月1号赢了之后终止了 新庄监督自己有点回想到 去年自己那种 一直输一直输的那种心情 那个时期 有点像去年的那个时候 但是他觉得高金城武毕竟 肩上背负的东西 是跟他完全不同的 因为毕竟他是 那边二连霸的球队 现在遇到10连霸 11连霸 12连霸 那个压力绝对比我去年是第一年当监督 今年第二年的压力是完全不同的 那他也认为杨勒多这场比赛赢了之后 明天他预感 他有感觉 会开始起飞的那种样子 有可能因为春神整个今天也打出来了 今天第一分春神打了 第二第三分靠红波浪也是春神打了 对感觉应该或许杨勒多 那个一解放之后 可以表现出比较像以前我们这几年看到的杨勒多的那个样子 好再来最后一个话题 明星赛吹票活动要来吹一下 因为有大事发生了 因为日本职棒今天又再度公布了 球迷投票的中间过程的结果 在今天公布的结果当中 一类手清空新太阳原本领先的优势被篡位了 现在是顿弓玉珍在一类手最高票 129116票 金工新太郎掉到第二 128622 差了494票快500票 好赶快吹票一下 口他落油危险了 抢救新太郎 台湾也快要选举了 抢救新太郎大作战 抢救一下 他居然掉到第二名 因为说实在话 如果最后顿弓对欧利四米不好意思 就是顿弓如果真的拿一类手最高票 我是觉得不会被哪里有误会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总是觉得好像差了什么东西这样啊 我的意思是这样啊 没有别的意思不好意思 关心完金工新太郎 我们也来关心他弟弟好了 这好久没有听到福太郎的名字了 福太郎 福太郎那时候 他有报选秀吗 还是最后没有报 他决定直接要去读早稻田大学吧 对不对 对啊 然后因为 照理讲应该去年是一年级 今年二年级了 可是我印象里好像去年也没有什么看到 福太郎在早大出来出赛的新闻 因为他今天在这个 早稻田实业大学这个新人战当中 有上去比赛 然后他的爸爸轻功克信也有去球场看球 那当然最后是他是七局的时候出来带打 但是最后被一个变华球调到山正 看起来很悔悲的表情 不甘心的表情走进去板凳里 他自己回想是说第一球其实很甜 但是我放掉了 那当然后面的球或许就比较没有那么好出手的球再来了 所以觉得自己有点想太多了 照理讲那个第一球那么甜 我应该就要挥棒去打 报道里面后面有写到 原来是他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右手走去做了那个轻创手术 所以其实他的一年级的大学棒球生涯都在复健 而且体重也稍微有减轻一点 然后大约减了5公斤 所以现在是91公斤 这样子跟大家报告一下福太郎的近况 我是觉得兄弟如果真的有机会 同一对应该真的很有话题 因为福太郎照理讲应该也是那种运动神经不错的人 因为毕竟他们家就运动师家 对 而且刚好也 一部分是因为养伤嘛 基本上刚好也赶上哥哥减肥 前阵子减肥的那个 对兄弟都减肥都减重了 都减重一点了 对啊 福太郎现在应该也可以慢慢再找稻田可以 比较多机会出赛了吧 对毕竟手术完了 复健完了 对啊 好那这一集的路工配信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等一下 还没 有什么事情 先跟大家讲 对 那个开场特别现身计划 嗯 这一集就是最后一集 对就三个人 对就三个人 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多来多人 嗯嗯嗯嗯 时间有限呢 呃 接下来会怎么做呢 我会 呃我们会在 我会在下一个礼拜 的周间的节目 就是下个礼拜 五要推出的节目 我要 对五要推出节目 我们礼拜四录一嘛 礼拜五推出的节目 我会出个三题 嗯哼 然后我们要抽出的奖品 其实就是 呃 呃大家可能看我们的预告就会看到就是说 其实三个人 手上都有个共通的东西 嗯哼 对有一颗FITUS的球 啊哼 对那个球是他们三个人都摸过的 就是拿来摆拍拍照的球 呵呵呵呵呵 啊哼 他现在在我家的那个怎么讲 躺在哪里 就是一个 呃不是躺 他是在一个 专门放一个饰品 然后很干净的地方 喔喔喔喔 特别让他有个休息的地方 然后加上另外两个很小小的小礼物 都是火腿相关的商品 那我们我决定说 那就是用这个 我们就让呃 前十位 嗯 如果没有十位参加 那就是反正就是最多十位啦 前十位是指什么 最快回答问题的前十位 出三个问题嘛 最快回答最快在 那边下面留言回答 最快在下面留言的 哦哦齁 前十位 都要答对吗 都要答对吗 有 一定吧 三帝都要对吧 都要答对啊 都要答对的最快的前十个 拿这十个来抽 嗯 啊抽几个 一个 抽一个 一个全拿就对了 对一个全拿 一颗球加两个小礼物 因为他们在签名上面规定比较严格 日本职棒规定比较严格 我能送的就是 我们是媒体 我们没有办法帮你签 对对对 这三个选手摸过的球我送给你 摸过的 我们没有办法帮你签名 我们不想变成被封杀的媒体 对对对我们不能被封杀 我们还要让很多后面的配具 我们以后还想要再去谋福利一下 我们也还想再去 所以说 所以说就是让他们 摸过 这个有点像是说参与过他们 采访过程的这个东西 给大家做纪念 给大家做纪念 那不用担心 我家真的只有这颗球 没有别的 你没有掉包就对 我确定对 因为那个球是 那一天一大早我们去贩卖部买的 我确定好小就买一颗 对 我是正人 那颗球加上两个小礼物 送给就是 答对三题啊我们抽 反正我们就是乱数抽码 那个网站上那个乱数抽码 OK 对 好 那就等下下集的时候 你会正式公布题目 这样 对因为下一集也是特别节目 对下一集也会是特别节目 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们下一集的下一集 再下一集好了 给大家一点时间多听 多重新听一下这三集的前面 就是跟 过去 包括这一集的过去两集 总共三集有关的就对 对基本上就是跟他们三个有关 跟他们三个有关的 好 对 池田荣荫 北山玄机 野村又西 有关的 对 好 OK 交代完了 好 那就要说再见 说再见 我还怕 大家可不可以参与 就是我真的很怕没有十个 会吧 随便有十个吧 你不要这么早讲 有啦 有啦 没有就用假账号代替啦 好 那就先聊到这里 我们就下一次的节目再会 拜拜 拜拜